Hello 大家好 我是希望君 今天我们来看超好看的动漫《东京复仇者》 讲述主角为了拯救女友 穿越时空改变命运的故事 穿越时空类的题材算是比较常见 但作品把设定和剧情都设计得很不错 作品中的许多人物还塑造得特别有魅力 所以这部作品的人气一直都非常高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故事中吧 2017年7月7日 花园5到26岁 她的人生非常失败 不仅租住在破破的公寓里 打工时也经常挨店长的骂 从出生到现在 5到只在初中交过一任女友 今天5到看新闻 前女友局日相居然死在一起黑帮内斗的事故中 局日相的弟弟也同样死于事故 而这个黑帮名叫东京望智慧 这件事让5到特别感慨 没想到在等电车时 有人从背后推了5到 这让5到掉入电车轨道 眼看就要上命 在死亡的前一刻 5到想起了前女友局日相 她的眼中还闪现一阵耀眼的光芒 接着5到回过神来 她竟然穿越到12年前的今天 现在5到是初中生 就读沟中初二 她的身边还有四位发小 阿敦 拓掩 林木和山岸 四位发小要去山中 挑战山中的出山不良分子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5到的谭兄说过 自己是山中的不良老大 只要抱上谭兄的名字 就没人敢惹 很快5到被发小带到山中 然而情况却大不一样 5到的谭兄只是山中不良少年的刨腿小弟 这些不良少年已经加入暴走族 东京望智慧 他们还将5到和发小一顿暴打 要把5人变成奴隶 这时5到才想起第一轮人生 他就是因为这次遭遇 过上了被奴役的地狱生活 后来5到中学事业 外出打工 从此一蹶不振 没想到在穿越后 5到又是同样的遭遇 这时 他的脑海里回想起 前女友对自己的鼓励 来到晚上 5到忍不住去找局日相 他按响了日相家的门铃 日相也来到5到面前 此刻 日相看见5到受伤 紧张地要5到别再去打架 而5到见到日相后 却忍不住痛哭流涕 其实日相现在正和5到找恋 是5到的女友 她虽然身材娇小 性格却十分坚强 特别关心5到 在告别日相后 5到看到有人在敲诈小朋友 他出手打跑混混 就像被敲诈的人 小的是 这个人就是日相的弟弟 菊职人 之后5到告诉职人 自己来自于未来 12年后 日相将会死在黑帮手中 5到定下目标 要改变日相被杀死的未来 他要求职人 将来一定要好好保护姐姐 两人还握手约定 想不到5到和职人握手后 他又穿越回到2017年 前不久 5到被一个警察 从轨道中救下 警察也告诉了5到自己的身份 原来 5到上次的穿越改变了未来 他通过努力学习 当上警察 想要守护姐姐 可惜日相还是在几天前 死在黑帮东万的手中 幸好5到这次没有被杀死 他赶来电车站 救下了本该被撞死的5到 5到 5到想让5到穿越回过去 改变命运 拯救日相 职人发现 5到可以穿越回12年前的同一天 他要求5到回到过去 阻止两个人的见面 这两人分别是 卓野望次郎和嬉笑铁太 他们是东万的一把手 和代理一把手 现在东万已经成为 可怕的犯罪组织 只有阻止这两个人互相接触 才能防止东万成立 这样日相也就不会被东万杀害 此外职人还发现 5到的穿越需要媒介 这个媒介就是 和职人握手 果然 通过握手 5到再次穿越回12年前 他正被山中的不良老大 轻将逼迫参加赌价 轻将用这种方式 做专家赚赌狗的钱 5到和思维发小 则是被利用的工具 由于5到提出 想通过轻将 渐渐东万的老大 轻将还把5到爆打一顿 这件事让5到陷入绝望 他发现 自己根本没能力改变未来 于是 5到跑去找职人 想要回到现代 这次 他又遇到日向 日向对5到受伤 特别心疼 并且想要守护5到 终于在日向的鼓励下 5到重新振作 不再放弃 第二天 轻将又要求5到的发小拓也 参加赌价 拓也是5人组中最挡小的人 为了保护拓也 阿敦想用刀刺杀轻将 恰在此时 5到却大声喊话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他竟向轻将提出单挑 要来一场奴隶队王的比赛 虽然5到的实力弱小 根本不是轻将的对手 但他却有着坚定的信念 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哪怕被打到伤痕累累 5到也没有退烂 这一刻 5到的坚持 让轻将产生畏惧 轻将开始叫人拿出半球棍 要用武器对付5到 就在这时 有两个人突然出现叫停赌驾 其中一个人头上纹着黑龙 他就是东旺的副总长 龙宫四肩 外号德拉肯 而在德拉肯身后 还有一位笑咪咪的小个子 见到这个人后 所有不良居然都低头弯腰 原来小个子就是东旺总长 左野万次狼 外号Mike 他对边上讨好的人理都不理 德拉肯则是将没有弯腰的轻将 一脚踹翻 之后Mike走到武道面前 他得知了武道的名字 并把武道称为五小道 Mike还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就这样Mike宣布 武道是自己的朋友 他临走前 还把组织赌驾的轻将暴打一顿 因为赌驾这种事 违背了Mike的原则 至此 武道和发小不再被轻将奴役 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心起来 和日向一起上学 可在上课时 Mike居然直接来找武道 门外还有许多被德拉肯打倒的学生 很快武道就被Mike带走 要求一起翘课玩耍 恰在此时 日向却勇敢地叫住Mike 想不到日向居然敢掌握Mike 他还拉着武道 要带武道离开 这一刻 武道发现 日向的手也在害怕地颤抖 但日向却实现了守护武道的约定 突然 德拉肯拉住日向 似乎想为Mike报仇 为了保护日向 武道勇敢地拦在德拉肯面前 要求对方放手 这时 武道展现出非凡的勇气 被打的Mike 却一脸阴沉 对武道发出威胁 原来Mike并没有因为被打而生气 德拉肯还肯定了武道刚才的勇敢行为 这下日向方才发现 Mike二人不是坏蛋 他同意让武道去和Mike玩耍 同时 武道也想阻止Mike和嬉笑铁台见面 骑车时Mike说武道很像自己的大哥 所以他才会对武道另眼相看 想要做朋友 过去Mike的大哥也是一名有原则的暴走族 Mike非常崇拜大哥 他想要开创一个不良的时代 在和Mike分手后 武道和一对人擦肩而过 其中一个人居然就是嬉笑铁台 第二天 武道和日向进行了功课补习和约会 两人还一起观看烟花 情意绵绵 武道立刻想要去牵日向的手 没想到武道意外牵到职人的时候 他触发穿越技能回到12年后 现代的职人介绍 武道在穿越时空时 本体会进入休眠 如今武道觉得Mike不像坏人 他想要去找现代的Mike谈谈 为何东旺会变坏 经过调查 东旺有一名干部 竟是武道的发小阿敦 原本在第一轮人生中 阿敦因为用刀刺杀轻将被捕入狱 由于武道改写了命运 阿敦反而成为东旺干部 很快武道和阿敦取得联系 两人在夜总会见面 武道想通过阿敦去见Mike 阿敦也非常顾念旧情 回忆了许多往事 但是阿敦又告诉武道 之前在车站推老武道的人就是自己 而逼着阿敦做这件事的人 则是嬉笑铁台 阿敦还发现武道能够穿越回过去 改变命运 阿敦说 现在的东旺实际上属于嬉笑 因为Mike已经很多年没露过面 促使Mike性情大变的原因是 德拉肯的死亡 如今阿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愧疚 他看重过去的友情 但又十分害怕嬉笑 于是阿敦默默走上天台 和武道最后告别 最终阿敦在武道面前跳楼自杀 武道则是在哭泣中下定决心 要拯救阿敦和德拉肯 之后只能查到过去的资料 东旺会分裂成Mike派和德拉肯派发生内讧 12年前 德拉肯就死于东旺的内斗火拼中 死亡时间是8月3日 这次武道需要拯救德拉肯 阿敦以及日向 他立刻和职人握手穿越回过去 没想到出现在他眼前的 竟是一位平凶美女 最后武道被美女吓到发软 立刻跑出包厢 他还在大街上偶遇日向 日向说这段日子的武道表现得非常奇怪 实际上当武道穿越回未来后 过去时空的武道就会变成原有的性格 接着武道被邀请参加东旺的聚会 他看到了几位东旺的干部 首先对武道示好的 是二番队队长三股龙 另外先前的平凶美女也出现在此 原来美女名叫艾玛 她勾引武道是想引起德拉肯吃醋 因为艾玛很喜欢德拉肯 但德拉肯却反应迟钝 随后东旺召开集会 重点讨论是否要和暴走族艾玫艾祖开战 起因是艾玫艾祖老大带人殴打了东旺三番队队长的死党 他们甚至当面强奸了这名死党的女朋友 三番队队长名叫阿帕 副队长则是阿胚 其实迈克本就不想放过艾玫艾祖 因为对方的行为超出了不良的原则 所以在阿帕表示想打后 迈克定下要在八月上日和艾玫艾祖决战 这个时间就是德拉肯的死亡之日 之后五道开始跟踪德拉肯 他发现迈克和德拉肯的关系特别好 德拉肯还把迈克带到医院中 这里正躺着被爱美爱主的人强奸的女孩 德拉肯来这里是为了向女孩的家人道歉 但是女孩父亲却把责任怪到德拉肯二人头上 见状迈克非常不愤 想和对方大吵一架 没想到德拉肯却压着迈克逼头道歉 就何すんだ 全部俺らの責任です 黙れマイキ 娘はずっと香水状態だ 帰ってくれ 二度と私たちの前に現れないでくれ 俺らの世界のことは 俺らの中だけで片付ける 周りの奴泣かしちゃダメだ 下げる頭持ってなくてもいい 人を思う心は持て 就这样 德拉肯展现出誠懇的态度 女孩父亲也不想再责怪 无奈离去 这时 我到发现德拉肯非常温柔 德拉肯就是迈克的良心 一旦德拉肯死亡 迈克就会堕落 德拉肯从小就被母亲抛弃在红灯区 他也是在红灯区里长大 小学时 德拉肯就体格高大 很会打架 他不仅称霸小学 甚至敢挑战初中生 可是某天 一群初中生依靠人多 围殴了德拉肯 他们还逼德拉肯去把七小的迈克带来 当时迈克称霸了另一片区域 非常有名 原本德拉肯想抢先一步 和迈克单挑 不过 在见到迈克以后 德拉肯却斗志全消 因为迈克的身材实在太弱小 而迈克还对德拉肯有着特殊的好感 他直接同意跟德拉肯去见初中混混 很快两人就来到混混面前 最终 迈克一脚踢翻混混老大 吓跑混混 他还说 想和德拉肯成为朋友 因为像德拉肯这样酷的人 不应该跟这群垃圾混在一起 就此德拉肯和迈克成为最好的朋友 直到如今 接下来 武道穿越回现代 调查爱美爱主 他和职人还找到了爱美爱主的老大 对方现在非常落魄 在工地搬装 他还透露 12年前的冲突 是有人在幕后策划 和爱美爱主的纷争 将会导致东旺分裂 而德拉肯就是死于东旺的内斗 接着 武道又回到过去 他在产房中 找到了迈克 德拉肯 阿帕和阿胚 武道劝说迈克 别和爱美爱主开战 但阿帕和迈克 全都没有同意 只有德拉肯支持武道 说可以先调查一下 突然 爱美爱主的人 将产房包围 他们想要以多打扫 围攻干方 东旺首领 见状 武道想要阻止两方战斗 遭到对手殴打 爱美爱主老大 还把阿帕 打得失去一时 此刻 爱美爱主老大 自以为胜卷在握 他来到迈克 他来到迈克面前 大声挑衅 没想到 迈克一脚就踹翻 爱美爱主老大 对方还想用破酒瓶偷袭 可又被德拉肯 直接揍翻 就这样 爱美爱主 败给东旺 突然 异变发生 阿帕为了复仇 居然拿刀 捅上爱美爱主老大 而且日本警察 也伤伤来迟 一时间 所有人 都开始逃跑 只有阿帕选择 留在原地 承担责任 见状 德拉肯尊重阿帕的选择 他拉着迈克和阿胚 从大门逃走 因为这次用刀捅人 阿帕被警方逮捕 遭到判刑 同时 武刀在战斗中受伤 也昏倒在逃跑途中 当他苏醒后 自己已经身在医院 这时爱马说出 迈克和德拉肯 由于阿帕的事 开始决裂 迈克气愤于德拉肯 当时没有去救阿帕 而德拉肯则认为 自首就是阿帕 最好的选择 东旺内部也分成了 迈克气派和德拉肯派 对此情况 爱马斯分三星 趴在武刀的胯下哭泣 不久后 武刀出院回家 德拉肯和迈克 先后都来武刀家探望 他们一度因为决裂 在武刀家大吵大闹 幸好武刀劝住两人 他说迈克气和德拉肯 一旦分裂 那么整个东旺都会完蛋 这也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包括阿帕 总算在武刀的劝说下 迈克气二人完成和解 这件事后 迈克气也承认 他应该尊重阿帕的选择 让阿帕去自首 到此 武刀改变了历史 东旺不再分裂 他还在8月上日 和日向德拉肯艾玛一起参加夏日记 可是新的危机出现 三岸打电话通知武刀 听说有人要谋害德拉肯 武刀还发现 轻将和爱美爱主的人勾结在一起 原来轻将一直记恨德拉肯 想要杀人复仇 他还发现武刀在旁偷听 把武刀抓来殴打一顿 这下武刀又一次陷入自我怀疑 想要逃避 就在这时 日向找到了受伤的武刀 给他送去鼓励 这时日向告诉武刀 你就是你 武刀不是麦体 也不是德拉肯 但武刀同样独一无二 因为武刀能为别人哭泣 武刀身上还有着永不放弃的精神 终于在日向的鼓励下 武刀重新振作 他决定去拯救德拉肯 途中还遇到三谷 三谷说阿佩也和爱美爱主勾结 他把阿帕被抓的事怪在德拉肯头上 想为阿帕复仇 很快武刀赶到资料中记载的德拉肯死亡停车场 他看到德拉肯正被阿佩和一群爱美爱主的人围攻 德拉肯还因为被偷袭脑袋受伤流血 危机关头 麦体骑着摩托赶到现场 他要保护德拉肯 并对上了爱美爱主的代理总长 半肩修二 半肩修二实力不俗 他能挡住麦体的攻击 并下令发动群攻 突然 东旺的车队也赶到战场 其中就有几位主力干部 包括一番队队长 产地归界 四方队队长 何田奈宝也 五方队队长 武藤太红 每位队长身边还跟着一名副队长 随机一场大战立刻爆发 东旺的人各个战力强悍 打得爱美爱主难以黄手 麦体还抓着阿佩 进行头顶头的心灵劝说 他成功说服阿佩 不再复仇 要支持阿帕的选择 但是武刀在战场中居然看到轻将 轻将用刀偷袭德拉肯 让德拉肯倒在血泊之中 现在战场特别混乱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为了改写历史 武刀只能背着高大的德拉肯 赶去医院 途中 轻将又带人拦在前方 这次武刀没有逃跑 而是来到轻将面前 他要求轻将继续过去 未结束的单挑 可是轻将十分卑鄙 用刀刺伤武刀手掌 千军一发之际 武刀爆发权力 他利用灵活的伸手躲避攻击 跳到轻将头上 接踵而至的 就是终极绝招 武刀小杀 最终武刀用脚杀将轻将放倒 然而轻将还有几名同伴 虎视眈眈 持刀攻来 危难之际 武刀的发小权援赶到 他们挡住了对手 并且拖到日本警方的 三三来迟 于是所有不良少年 立刻逃跑 德拉肯和武刀则是被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逃跑前 半肩修二还告诉Mike 将会有一个新的不良集团成立 名为巴刘霸罗 半肩就是巴刘霸罗的副总长 之后经过抢救 德拉肯脱离生命危险 就这样 武刀成功改写历史 拯救德拉肯 接下来武刀完成任务 决定返回未来 临走前 他送给日向一条事业草项链 随后 武刀就叫职人握手 并向日向告别 接下来武刀回到现代 伊朗是打工人 不过阿敦的命运却已经改变 成为美发师 日向也没有被黑帮杀死 武刀还在日向家楼下 和日向偶遇 之后职人临时有事离开 武刀和日向开始独处 日向告诉武刀说 他在12年前被武刀甩了 可这些过去的事 武刀都没有任何记忆 日向还说 这些年他依然忘不了武刀 就连那条事业草项链 日向也一直待在身上 这些话让武刀忍不住 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可是他居然看到 有人开车将日向钻死在车里 开车的人正是阿敦 因为阿敦的家人被嬉笑绑架 嬉笑依然是犯罪组织东旺的代理首领 他威胁阿敦要阿敦杀死日向 接着武刀见到了奄奄一息的日向 他忍不住抱着日向开始告白 而日向听到后 也流下喜悦的泪水 他还一把推开武刀 自己则是上命于爆炸之中 此刻武刀又一次想要改写未来 他要拯救日向的命 并定下了新的目标 第二天武刀和职人对东旺展开调查 他们来到拘留所看到了成为死刑犯的德拉肯 德拉肯说东旺会变坏都是因为嬉笑 德拉肯也是被嬉笑设计才会成为死刑犯 随即为了查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武刀又和职人握手穿越回12年前 这次东旺正在举行新的三方队队长任命仪式 没想到新的队长居然就是嬉笑 原本嬉笑是爱美爱主的二把手 他这次带着许多人归顺东旺 从而得到队长职位 因为东旺目前也遇到危机 新成立的不良集团巴流把罗 计划要和东旺开战 此刻所有人都不太理解Mikey的做法 武刀更是忍不住冲向嬉笑 接下来新的风波出现 一方队队长场地归界 突然退出东旺 要加入巴流把罗 他不顾众人和Mikey的劝阻 直接离开 之后嬉笑找上武刀 让武刀做一个选择题 许久之后 武刀出醒过来 并见到Mikey Mikey透露 他和场地是发小 东旺最初是由六个人所建立 其中就有Mikey Drakon 场地 三谷 阿帕 接着Mikey还和武刀定下约定 只要武刀能带回场地 他就会为武刀逐出嬉笑 Mikey还把武刀安排进三谷龙的二番队 让武刀十分奇怪的是 创始成员中有一位神秘的第六人 和场地极好 没想到武刀第二天就遇到这个人 羽公一虎 一虎现在还是巴流把罗的三把手 如今巴流把罗的成员有三百人 远超东旺 主持工作的则是二把手 半肩修二 他们的真正老大 其实是从未露面的嬉笑 接下来一虎把武刀带到巴流把罗的地盘 在这里武刀看见场地 正在殴打一名东旺成员 武刀还被要求作为证人 证明产地退出东旺 最后产地总算通过半间的考核 加入巴流把罗 他还说自己加入这里 是为了帮助一虎 多年前 迈其产地 一虎 阿帕 德拉肯 三谷 六人一起成立东旺 那时 大家关系极好 并且都特别喜欢迈其 为了给迈其庆祝生日 一虎带着产地 去偷一辆非常酷的摩托 没想到 产地在偷车时 却被店铺老板抓住 店铺老板还认出了产地 待在当场 下在此时 一虎却从背后发动袭击 其实被一虎袭击的人 就是迈其最崇拜的大哥 左野曾一郎 粉刺的是 曾一郎本就计划 把摩托送给弟弟 后来曾一郎当场死亡 一虎则是心态爆炸 把一切责任 怪给迈其 就这样 一虎因为杀人 被抓到少管所关了好几年 他出狱后 立刻加入巴刘霸罗 准备报复迈其 他认为 自己之所以这么惨 就是因为迈其 产地则是一虎最好的朋友 此后 武刀遇到了被产地殴打的 那名东万成员 对方名叫松野千冬 是一番队副队长 千冬特别崇拜产地 他还说 产地加入巴刘霸罗 是为了调查嬉笑 同时 千冬将武刀这段时间的表现 都看在眼里 在得着武刀 想要成为东万的首领后 千冬一栏决定支持武刀 两人成为搭档 之后 千冬和武刀 对嬉笑展开调查 他们找到 艾美艾主的前老大 对方透露 过去就是嬉笑 帮他登上首领的位置 嬉笑拥有 还算不错的智商 唯一缺少的 就是首领的气量 所以 嬉笑需要在台前 推出一个人当首领 可惜艾美艾主 只是垫脚石 包括阿帕入狱 德拉肯被刺杀 也都是嬉笑的布局 嬉笑的目的是要 一步一步接近迈克 他要利用迈克 掌控东万 然后进一步实现野心 其实 嬉笑之所以成为 三番队队长 是因为他有办法 提前让阿帕出狱 为了救出阿帕 迈克 这才让嬉笑成为队长 接着 武刀穿越回现代 去找德拉肯了解情况 德拉肯说出了 东万和巴流霸罗 斗争的结果 那场战役 被称为血腥旺盛节 产地会在斗争中 被伊虎杀死 迈克也因为产地得死 彻底黑化 他用拳头活活 打死伊虎 为产地和真一兰报仇 然后 嬉笑找人给迈克顶罪 让迈克彻底堕落 在嬉笑的教说下 东万和巴流霸罗合并 首领是迈克 带领首领是嬉笑 这个新生的东万 就是未来的犯罪集团 随即武刀找到了 这次任务的关键 保护产地 他又穿越回过去 并且见到了日相 这次 日相同样给武道 送了一个情侣款项链 时间来到万圣节前一天 当晚 东万召开四十大会 迈克要求大家 干掉巴流霸罗所有人 包括产地 似乎他和产地已经彻底决裂 然而 说着说着 迈克却突然停了下来 第二天 万圣节 东万和巴流霸罗约定决战 迈克特地请了其他不良集团 来做主持人 没想到巴流霸罗不讲武德 一虎直接将主持人打倒 双方进入大混战 虽然巴流霸罗的人数和人员年龄都要占优 可东万的干部们全都非常能打 场面不落下风 一番交手后 德拉肯对上了半肩 一虎却带着两名高手 三打一 公平挑战迈克 激战中 一虎用铁棍偷袭打了迈克的头 而迈克居然不想和一虎为敌 因为 他说自己已经原谅了一虎杀死哥哥 可是一虎反而变本加厉 不断用铁棍殴打迈克 想不到迈克被痛打后 突然面色大变 瞬间爆炸 就这样迈克一下子干掉三个人 他自己也因为流血过多 瘫倒在地 这时巴流霸罗准备对付迈克 西啸则是带领三方队保护迈克的安全 这个举动让西啸赢得了东旺的人心 恰在此时 场地突然出手 打飞西啸 他想在这里干掉西啸 可此举也会让场地成为东旺的罪人 毕竟西啸现在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因此 千东和武道先后狼在场地面前 突然 一变发生 一虎居然拿着匕首 从背后捅了场地一刀 原来一虎的脑袋不好 半剑修二说场地是间谍 他就立刻拿到捅人 而这一切都在西啸的计划中 西啸要让一虎杀死场地 从而让迈克黑化 不过场地却挺直的站在武道身前 他说自己被武道救了 刀伤一点都不严重 场地还决定独自去干掉西啸 并冲向三方队的阵地 他一个人打倒了50个对手 成功杀到西啸面前 可惜 这却是场地的最后一口气 他的刀伤其实非常严重 倒在西啸面前 此刻 西啸告诉迈克 场地是被一虎杀死 这让迈克双目无神的战气 想要为场地报仇 而半奸修二还不知好歹的狼在 迈克面前 想不到迈克一招就干倒半奸 八流八罗的人直接受惊 全部逃跑 随后迈克来到一虎面前 一拳一拳的殴打一虎 似乎未来发生的一切 又将再次发生 危机关头 场地突然强行站起 叫住迈克 他的喊声总算让迈克停下攻击 而场地也来到一虎面前 说自己并不是被一虎杀死 万万没想到 场地居然当场自杀 临终前 场地说出 东旺最初的创死人 都是自己的珍宝 为了不让迈克有理由杀死一虎 场地这才自杀 最后 场地还把迈克和东旺 托付给武道 最终 场地死在千冬的怀中 他还说 自己好想和千冬 再吃一碗炒面 原本 迈克一然打算杀死一虎 幸好武道 胆在迈克面前 他的身上还掉出了一块 场地携带的护身符 见状 迈克面色动容 不禁回想起 历历往事 过去 一虎经常被不良集团 黑龙欺护 场地就提议 大家成立东京万智慧 对付黑龙 当时六人都很穷 筹到的钱也只够买一个护身符 因为是场地提议成立东旺 所以护身符就交给场地保管 时至今日 麦克和大家都明白过来 场地从未背叛 这块护身符让麦克恢复理智 不再报仇 东旺成立的初衷 就是保护同伴 日本警察也杀杀来迟 打扫战产 同时护身符让一虎找回初心 想要赎罪 他先向麦克道歉 再去向警方制守 就此血腥万圣节 落下帷幕 东万取胜 代价则是场地的死亡 和一虎的十年徒刑 多日后 在场地幕前 千东回想起两人的相识 原本千东是风头强势的不良少年 场地则是千东同级的流济生 非常努力学习 后来千东被一群流氓围殴 正是场地路过救下了千东 展现出伟岸的身影 从此千东开始追随场地 他还经常去场地家 两人分吃一碗炒面 回到现在 麦克也来到场地目前祭拜 武道和德拉肯 则是去监狱 探视一虎 他们还给一虎带来了 麦克的决定 此次结束 武道意外发现 艾玛和麦克特别亲密 因为艾玛是麦克同父异母的妹妹 德拉肯还精心给艾玛挑选了生日礼物 他对艾玛也有很深的感情 只是不善于表达 接下来 山谷亲手给武道做了一件特工服 山谷是手工社社长 非常擅长制作衣服 东旺的特工服 就是由山谷设计制作 当晚东旺召开了决战后的集会 首先武道正式加入东旺 其次 板间率领巴流霸罗 归顺东旺 这件事的牵线人就是西校 西校计划用巴流霸罗 从内部侵蚀东旺 第三件事则是 一方队要重新推选首领 麦克尊重场地的意志 让千东亲自指定 队长人选 想不到千东指定要追随武道 这让武道忍不住想起 自己背负的责任 他还需要拯救日向 拯救其他同伴 武道也决定抬头挺胸 接过队长之职 就这样武道成为一方队队长 此事结束 武道返回现代 未来又发生变化 武道不再是打工人 而是东旺的高级干部 千东和发小也都是武道的手下 可是东旺同样变化很大 除了老熟人外 干部中多了原二方队副队长 财八戒 新成员 钱清中 外号阿钱 和新成员 酒井一外号可可 而且Mike同样神龙见首不见尾 东旺的所有事都交给西啸主管 今天西啸在开会时 把武道和千东带走 他还用迷药放倒两人 原来西啸发现 最近有人在给警方通风报信 警方查分了东旺的许多铲子 西啸怀疑内鬼就是武道或者千东 这时千东承认内鬼身份 并说想把西啸赶出东旺 随即西啸拿出枪 准备杀死千东 他还给武道也来了一枪 这时千东说出 东旺这些年已经彻底堕落 Mike多年不见 德拉肯被判死刑 很多人都放下过不可饶恕的罪 所以千东想在死前 摆脱武道 拯救大家 最后千东被西啸一枪杀死 西啸还用枪瞄准武道的头 说出奇怪的话 那就小时候 我 要不 abstract 我 是 东京复仇者第一季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季和漫画的后续剧情 回到故事中 武道并没有死亡 他被刑满出狱的伊虎从嬉笑手中救出 伊虎说 东旺已经变成无而不作的犯罪集团 原因是迈奇成为了凶长的坏蛋 迈奇不再相信同伴 就连三谷阿帕阿胚都被迈奇派人杀死 迈奇身边有两大毒瘤 嬉笑的暴力和黑龙的资金 另外嬉笑又一次让阿敦撞死了日向 所以前不久职人曾找一虎和千冬联手对付嬉笑 可惜千冬却命上嬉笑手中 一虎只救出了武道 接下来武道总算见到职人 他非常兴奋 可职人却当场变脸 原来过去的武道一直是嬉笑的走狗 武道还给阿敦下过令去撞死一个人 当然武道并不清楚被撞死的人是日向 这时职人说出一个猜想 为什么每次武道改变过去后 未来却没有变化 或许嬉笑也是和武道一样的时空穿越者 所以他才能重新改写被武道改写过的命运 为了弄清真相拯救日向和同伴 武道再次和职人握手穿越回12年前 这次武道在宝林球馆遇到了东旺二番队的副队长 财八戒 武道想起 在未来八戒会成为不良集团黑龙的第11代总长 但现在八戒性格止损和武道很合得来 八戒特别尊重三股龙 所以才成为二番队副队长 八戒还有一位姐姐 名叫财又叶 没想到大家在回家时被黑龙的人狼下 原来财家一共有三兄妹 八戒的大哥就是黑龙的第10代总长财大兽 大兽身边有两名干部 可可和阿钱 之后财大兽将武道暴打一顿 他的武力很高 人称宝君 八戒在大兽面前也畏惧得瑟瑟发抖 见状又叶想要劝架 但却被大兽一发展三飞 大兽想逼八戒退出东旺 加入黑龙 为了保护武道 八戒只能同意大兽的要求 可回家途中 八戒却透露出他想杀死大兽 这下武道想起 在未来八戒就是杀死大兽 这才成为黑龙总长 他会率领黑龙加入东旺 并担任最高干部 而黑龙的资金也是让迈克堕落的毒瘤 随即武道决定阻止八戒杀死大兽 接下来武道向千东了解了黑龙和东旺的过节 第9代黑龙曾经欺负过一虎 为了保护一虎 迈克等人成立了东旺 过去东旺击溃了第9代黑龙 但财大兽的出现却重新打造出第10代黑龙 黑龙还特别会贩卖武力来赚钱 之后武道看着千东 想起对方在未来的死传 他忍不住将未来的事告诉千东 就这样千东首次得知未来的一切 他相信武道说的话 并决定要成为武道最好的搭档 自此武道迎来最强助力松野千东 第二天八戒向Mike提出要退出东旺 得知这件事后 三谷主动去找大兽谈判 他答应会把八戒还给黑龙 但三谷要求大兽必须释放右业 原来才家三兄妹从小失去双亲 大兽作为兄长却喜欢使用暴力 三谷还看出八戒想保护姐姐 他以归还八戒为条件 要求大兽不许家暴右业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并且约定东旺和黑龙停战 其实三谷家里也有两个妹妹 但他却是一位温柔的大哥 肩负起兄长的责任 所以八戒在认识三谷后 才会特别崇拜三谷 三谷也告诉八戒 要用力量来保护身边的人 没想到八戒却误解了三谷的意思 他在网上告诉武道 大兽喜欢对弟弟妹妹使用暴力 为了保护姐姐 八戒主动要求 由自己来承担姐姐的那份毒打 可大兽却没有放过右业 依然在毒打右业 所以八戒说 大兽绝不会遵守和三谷的约定 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家人 第二天武道想阻止八戒杀人 他提议东旺去和黑龙开战 正面打服大兽 可由于东旺和黑龙有停战协议 德拉肯拒绝开战 事后西啸来找武道合作 他说自己也想阻止八戒杀人 西啸还从黑龙干部可可手中 买到了大兽会在圣诞夜独处祈祷的习惯 只要利用独处时间 大家就能偷袭击溃大兽 虽然武道对西啸有所怀疑 但也勉强同意合作 第二天武道和日向见面 听说了西啸的往事 小时候日向和西啸是补习班同学 西啸的成绩是全国第一 但却经常被同学排挤 只有日向对西啸特别友善 接着日向还说起 他和西啸第一次见到武道 那时有一群混混正在虐猫 日向冲上去阻止混混 但却被围住 这让日向非常害怕 而西啸则是躲在一旁偷看 恰在此时 一位英雄突然出现 没想到武道从小 就有座正义死者的想法 但他却不是混混的对手 遭到毒打 不过这件事 也让日向喜欢上武道 原来日向是因为童年的英雄救美爱上武道 然而新的意外出现 日向父亲私下找到武道 希望武道和日向分手 因为武道是混混 无法带给日向幸福 这让武道突然想到 自己和东万都会牵连日向 随之武道在平安夜和日向提出分手 这就是未来日向所说的 被武道甩的事件 接下来时间来到圣诞夜 大寿像晚常一样去教堂祈祷 黑龙则是暂时交给阿钱和可可打理 即使可可就是黑龙中最擅长经商的人 他加入黑龙是为了追随好朋友阿钱 而阿钱希望重现 初代黑龙的氛围 由于财大寿拥有恐怖的武力值 阿钱这才决定追随大寿 复活黑龙 另一边 武道 千冬和西啸准备去阻止八戒杀人 西啸和千冬要在教堂外伏击大寿 武道的任务则是去教堂内说服八戒 没想到武道在教堂劝说八戒时 大寿居然大步走入 原来西啸只是假意合作 他和半肩把千冬绑了起来 故意让八戒和大寿见面 与此同时 武道和八戒都不是大寿的对手 危机关头 右夜突然出现 拿刀捅了大寿 右夜会出现在此 就是因为西啸的泄密 这下武道翻才明白 在未来世界中 杀死大寿的不是八戒 而是右夜 正是由于姐姐杀人的罪行 被西啸掌控 八戒才会成为西啸的傀儡 掌控黑龙 不过当前 大寿虽然被捧一刀 但却三世不中 因为武道的存在 意外救了大寿一命 接着大寿开始发飙 打飞武道等人 为难之际 三谷赶到教堂 他不仅救出千冬 还和大寿进行对决 打得难解难分 但是阿前和可可 却突然杀出 用铁棍偷袭三谷 这导致形势瞬间逆转 三谷受伤严重 教堂外 还有黑龙的 三百名成员包围 此刻八戒想用刀 去捅大寿 不过武道却一头撞向八戒 阻止对方 为了拯救未来 武道主动去找大寿单挑 虽然他远不是大寿的对手 可武道却一直没有放弃 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就是武道最强的武器 最终武道打中了大寿 这一拳非常沉重 让大寿忍不住跪地 此刻八戒被武道的坚持感动 他说出自己一直在欺骗大家 原来过去 八戒并没有保护右叶 相反是右叶为了保护八戒 承受了大寿的毒打 八戒一直畏惧大寿 他甚至虚荣心作祟 对外宣称是自己保护了姐姐 如今八戒承认了自己的欺骗 武道和三谷却没有因此放弃八戒 此刻八戒被武道和三谷感动 他终于不再胆怯 敢于和大寿用拳头正面对决 当然大家依然不是大寿的对手 全都伤痕累累 就在这时 Mikey的摩托引擎声 突然传入大家耳中 Mikey居然通过黑龙的百人包围 进入教堂 因为他前不久正好听到了 三谷的摩托声 此刻大寿对Mikey的出现 十分兴奋 上前单挑 他一拳就干倒了 人称无敌的Mikey 但是Mikey却在下一秒站起 面对大寿 想不到Mikey居然一脚 披翻大寿 他还拿出了一职 带在身上的产地护身符 如今Mikey不想再失去 任何一位同伴 此刻大寿想要让外面的 一百名手下进来帮忙 可是教堂大门打开后 大寿却直接受惊 原来德拉肯单独搞定了一百个人 到头来 东旺的两位首领才是真正的怪物 就此大寿承认失败 武道顺利完成任务 这次击败黑龙 大家也都归功于武道的坚持 事后阿钱和可可离开了大寿 大寿也面目呆滞 不敢相信这一切 这时巴戒告诉大寿 他已经不会再胆怯 未来还将不停奋战 优叶也来到大寿身边 他看出大寿变得暴力 是在母亲死后 大寿是因为母亲的死 这才变得孤独 暴力也是大寿 用来改变弟弟妹妹的方式 但是现在 优叶却对大寿说出了家人的话 不管怎样 一场风波总算结束 另一边武道被麦奇带到日向面前 日向已经知道了武道和自己分手的真相 武道也忍不住向日向跪地道歉 他还说出了许多未来会发生的事 听到这一切后 日向反而特别平静 就这样 日向同意和武道和好 日向父亲看到后 也觉得不该干涉女儿的选择 此时麦奇和德拉肯都觉得 武道特别像曾一兰 他虽然爱哭 但却能把周围的人凝聚在一起 过去曾一兰还站到了全国不良的顶点 如今麦奇终于意识到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所谓强大并不是只能够打赢别人 麦奇也拜托武道 今后要负责 骂醒自己 另一边 德拉肯和三谷一起开车兜风 两人从小就认识 并称为东旺双龙 正是德拉肯教会了三谷 要好好照顾两个妹妹 他们甚至还闻过一样的黑龙 剪过同款发型 不知不觉间 来到新年夜 优越说出 大寿已经意识到暴力并非一切 他离家出走 去寻找新的道路 此外优越还对武道产生了 不求回报的爱意 之后东旺召开集会 会上 阿田和可可率领黑龙 归顺东旺 并入一方队 这让武道特别害怕 未来的一切会重演 突然 麦奇点了嬉笑的名字 没想到 麦奇居然将嬉笑踢出东旺 因为千东已经把嬉笑的 所作所为告诉麦奇 虽然嬉笑说 自己能帮麦奇 承接内心的那份黑暗 可麦奇已经做出决定 一栏踢走嬉笑 这下 武道感觉任务已经完成 他感谢了千东的帮助 告别了几位同伴 接下来 武道决定返回未来 临走前 大家还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合照 然而 当武道穿越回未来后 他却正在参加 三谷的战礼 其实这次的未来比过去更糟糕 不仅三谷死亡 日下死于车祸 其他东旺成员也全部遇害 而凶手就是麦奇 麦奇给武道写了一封信 根据信中的指示 武道终于在菲律宾见到麦奇 麦奇承认 就是自己杀死了所有人 他还说 自己在杀人时一点感觉都没有 似乎麦奇心中有着黑暗 他觉得只要杀人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如今 麦奇要求武道用枪杀死自己 可武道根本下不去手 没想到 麦奇反而情绪失控 想要杀死武道 就这样 直能开枪射杀麦奇 才发现 麦奇的手枪没有打开保险 显然麦奇事在一心求死 于是为了拯救麦奇和所有人 武道再次穿越回12年前2006年 很快他就和搭旦迁东见面 武道将这次行动称为最后的复仇 另一边 横冰的不良集团天竹登场 天竹的总长名为黑川一佐纳 很快天竹派了300名成员来到涉谷 他们对东旺的人进行无差别的袭击 武道和发小们都被围堵爆发战斗 大家双拳难敌四手 深陷险境 嬉笑还从天竹的人群中出现 来到武道面前 好了以上就是东京复仇者动画第二季的剧情 下面我们用漫画说完天竹篇的故事 如今嬉笑是天竹的总参谋 幸好东万四方队的和田兄弟及时赶到 他们将武道等人从天竹手中救出 武道也发现和田兄弟是双胞胎 哥哥外号微笑是四方队队长 弟弟外号生气是副队长 另外不良集团天竹中有四大干部 分别是武力强悍的阿炳 喜欢偷袭的灰谷兄弟 原黑龙九代总长班牧思音 还有武道的发小阿赫 其中阿赫现在依然和武道关系极好 但他却说自己正在追随黑川一佐纳 班牧还拜托武道救救黑川 因为他认为黑川已经被嬉笑利用 接下来天竹和东万正式宣战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武道穿越回未来 他还见到了现代的财大兽 大兽透露 初代黑龙就是由麦克哥哥曾一郎创立 而黑川一佐纳则是第八代总长 在黑川离开黑龙三年后 他在横滨创立了天竹 这场天竹和东万的斗争 双方已合并结束 麦克任首领 嬉笑和黑川分别排位二三 嬉笑是在利用天竹入侵东万 合并后 东万就成为了可怕的犯罪组织 这下武道更加确信 嬉笑是一位能够改写未来的穿越者 这时东万的人忽然来抓武道 为了保护武道 大兽独自断后 他告诉武道 这算是自己归还了过去的恩情 可是嬉笑和黑川却先后出现 他们分别用枪射倒了武道和职人 幸好职人拼死和武道完成握手 将武道送回过去 因此武道总算逃过一劫 可由于未来职人的死亡 武道没办法通过和过去职人握手返回现代 一开始武道非常绝望 他还给身边的职人说了许多未来的事 没想到回过神来后 日向却坐在武道身后 这次日向得知了武道是穿越者的真相 但他依然无条件地支持武道 在日向的鼓励下 武道终于振作 他决定要去阻止嬉笑和黑川的阴谋 之后大家了解到黑川和Mikey家的关系 Mikey家有三兄妹 分别是曾一郎Mikey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艾玛 而黑川则是艾玛生母的前夫和菲律宾女人的私生子 黑川和艾玛没有血缘关系 但艾玛当时并不知情 把黑川当成了亲哥 小时候黑川被母亲抛弃 送到福利院 后来曾一郎知道这件事后 经常去看望黑川 所以黑川就把曾一郎当成了哥哥 但由于曾一郎对Mikey特别好 黑川对Mikey产生了嫉妒心理 现在黑川想要和嬉笑联手摧毁Mikey 未来把东旺变坏 也是为了让Mikey堕落 接着新的危机出现 武方队队长武藤背叛东旺 武藤在东旺内部管理风际 他还把武道阿钱和可可全部抓了起来 原来黑川 武藤和天族的四干部都在少管所待过 过去黑川打伏了所有人 成为首领 大家还一起创建天族 无而不作 如今黑川看中了可可的赚钱能力 武藤也以阿钱和武道为人质 逼可可加入天族 最终可可别无他法 只能跳槽到天族 为了救出可可 阿钱则是宣誓追随武道 他还请武道担任第十一代黑龙总长 阿钱的理想就是复兴初代黑龙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 每个人在曾一郎身边都特别开心 而从武道身上 阿钱看到了曾一郎的身影 也只有武道拥有成为黑龙总长的气量 随即武道接受阿钱的追随 发誓会带回可可 接下来 东旺和天族将决战日定在2月22日 这一天正是初代黑龙创立之日 没想到开战前 嬉笑却骑着摩托 用半球棍袭击了艾玛 虽然Mikey发现后 立刻背着艾玛赶去医院 可由于伤势太重 艾玛还是支撑不住 赢中前 艾玛请Mikey帮忙转告一句话 我爱德拉肯 他也把守护Mikey的职责 拜托给武道 最后艾玛在Mikey背上越来越冰冷 Mikey说 他的梦想就是 有一天艾玛能和德拉肯成家 生下小宝宝 他会带武道等朋友去艾玛家玩 由于把宝宝吵醒了 艾玛还会对大家发脾气 这本是一个理所当然 能够实现的梦想 但现在却化为泡影 接着德拉肯也看到艾玛的尸体 他把Mikey叫到户外 一拳一拳 殴打Mikey 德拉肯责怪Mikey 没有保护好艾玛 两个人都陷入深深的悲伤 没办法振作 今天就是东旺和天竺的决战日 由于两大首领不能参战 东旺成员 人心惶惶 这就是嬉笑袭击艾玛的真正目的 危难之际 武道站出来领导东旺 他的信念感染了许多人 大家来到决战场地 此战 天竺和东旺的人员对比 是400比50 由于三古龙和奈宝也 之前被天竺袭击受伤 二番队和四番队都只能派出 弟弟级的副队长 所以干部层面的对决 天竺也占尽优势 但是东旺每个人都对武道十分信任 正是由于武道 大家才能团结在一起 阿胚还第一个出马 一拳干方了天竺干部 斑木施鹰 之后混战打响 东旺的成员都在帮武道开路 大家要把武道送到嬉笑面前 过程中双方的干部作对施杀 可可还对上了好朋友阿钱 其实可可从小就认识阿钱 和阿钱的姐姐赤鹰 可可喜欢赤鹰 两人还约定长大后结婚 但一场火灾把赤鹰烧成重山 治疗需要四千万 所以可可才对赚钱非常痴迷 后来赤鹰因为重病离开人世 可可对赚钱的执念 却一直延续至今 随后四番队副队长生气 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他被弄过后会觉醒第二人格 鬼 这个状态下生气的战斗力爆表 他一个人连续干方了灰谷兄弟 阿炳还有武藤 可是天族干部阿赫的武力也很恐怖 他不仅干方了觉醒鬼人格的生气 就连怕小武道 阿赫也没有留守 将其一顿痛扁 然而武道依然没有放弃 哪怕同伴们都觉得可以认输 武道依然再次站起 为了逼武道屈服 西校拿出手枪射击武道的脚 但是武道却笑着对西校说 射脚是杀不死我的阿 这一刻西校被武道的信念吓到 武道也有无数不能输的理由 在他的经历中有过爱人和朋友的死亡 为了拯救这些人 武道能够做的只有 不放弃 死也不放弃 这时武道的坚持 让东旺的同伴重新振作 大家再次站起面对天族 而西校似乎有所烂步 提出要让天族和东旺合并 没想到武道一拳就将西校打飞 拒绝合并 终于天族老大黑川看不下去 亲自出手 他轻轻松松就将武道打翻在地 然而武道依然能够站起 一次又一次发动攻击 不过武道的动作却特别缓慢 他也逐渐挥不动拳头 只是将拳头指向天空 见状 所有人都以为武道到达了极限 没想到武道却对背后的人 亲声说出 我没有说哦 总长 原来 麦奇已经来到了决战战场 他还对武道说了声 谢了 无晓道 其实 是日向将麦奇和德拉肯带来战场 他把武道是穿越者的真相 告诉两人 这让麦奇和德拉肯意识到 武道是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这才走到今天 他坚持下来的理由 是为了拯救大家 所以两人都被武道感动 放下悲伤 他们决定 担任武道的左板右臂 击溃天族 接下来战斗进入最高潮 麦奇 vs 黑川 黑川的武力恐怖 能够挡住麦奇的踢击 他还对麦奇遭遭致命 打算杀死麦奇 不过随着战斗持续 黑川越来越难以支撑 他的动作开始变慢 再也不是麦奇的对手 但是麦奇却停下攻击 说自己想要拯救黑川 对麦奇而言 黑川也是他的哥哥 曾经 曾一郎就问过 麦奇能否接受 另一个哥哥 当时麦奇回答说 自己肯定会喜欢他 如今麦奇对黑川说出 老哥 我想救你啊 终于麦奇的真情 触动了黑川 这时 黑川想做最后一搏 拿枪指着麦奇 没想到阿赫却拍飞了 黑川的枪 过去 黑川曾要求阿赫 做自己的仆人 那时 阿赫的父母刚刚死于事故 是黑川阻止了阿赫自杀 给了阿赫生存的理由 从此 阿赫就开始追随 心中的王 黑川 现在阿赫不想黑川沉迷在复仇中 在阿赫的劝说下 黑川终于有所动摇 面对天族的失败 突然 西孝贤阿赫碍士 开枪射击阿赫 但在射击第二枪时 黑川却挡在阿赫身前 最终 黑川替阿赫 挡下了多颗子弹 血如泉涌 临终前 黑川承认了 天族战败 他也告诉阿赫 自己想开创一个 和阿赫一起拥有的时代 因为黑川过去唯一能拥有的 就是阿赫 最终 黑川死在了阿赫面前 天空下起了雪 小时候 黑川和阿赫最喜欢的 就是下雪天 因为他们能够打雪战 堆雪人 笑得非常开心 黑川想创造一个 能收留无依无靠的人的国度 这个国度 黑川取名为天族 而阿赫则是说 那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时代 回到如今 阿赫哭着说 我们都活得好笨拙啊 到此 东王和天族的决战 落下帷幕 西校见识不妙 被半肩带着逃跑 阿赫拉肯则是 载着武道 死死追击 经过一番波折 武道总算追上西校 两人展开单挑 拳拳到肉 过程中 武道说起 未来西校会杀死日向 西校却回答说 武道果然是穿越者 他还感叹 看来 未来的自己 还是失败了 原来 西校从小就喜欢日向 并且崇拜武道 由于日向喜欢的武道 立志要成为首席不良 西校以为 日向喜欢的是这种人 所以 他决定要站到不良的顶点 他也依靠自己的计划 一步一步迈向目标 可惜 未来西校的告白 还是被日向拒绝 西校这才因爱深恨 决定杀死日向 他之所以崇拜武道 将武道称为英雄 是因为小时候 西校见过武道 英雄救美的一幕 回到现在 西校准备横船马路逃跑 就在这时 武道呐喊道 自己不会让西校返回未来 文言 西校却诧异的停了下来 他发现 武道误以为 自己是穿越者 就在武道惊异的时刻 西校准备开口解释 下在此时 一辆货车 急迟而过 西校被当场撞死 就这样 危机终于结束 天主的几名干部 因为犯罪 被姗姗来此的警察逮捕 本次事件 则有三位死者 爱马 黑窗 和西校 令人感叹的是 西校并不是穿越者 可他却能依靠 仅有一致的人生 屡次实现目标 这件事也让武道 特别吃惊 另外 阿赫 重三住院 没有死亡 半间 则是成为 在逃的嫌犯 不久后 迈克家给爱马 举办了战礼 德拉肯给爱马的爷爷 跪地道歉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他 这时 爱马的爷爷发现 德拉肯也喜欢爱马 他说 爱马在天上听到后 一定会开心的 这一刻 德拉肯忍不住 泪流满面 接下来 迈克独自在河边 做了一个决定 当晚 迈克找武道谈话 他让武道说出了 这些日子中 所做的一切 迈克感叹 武道能做到这些 真的好厉害 他还对武道说 武小道 你就是我的英雄 接着 东万召开集会 现在的东万 已经站在了 不良时代的顶点 迈克还说 这是属于武道的时代 随后 迈克居然当场宣布 东万解散 他一一感谢了 所有成员的付出 能在这个时代 和大家并肩战斗过 这是一生中 最大的荣幸 最终 东万正式解散 大家对此 都十分不舍 更加不舍的是武道 因为他即将返回未来 如果顺利的话 这就是武道 最后一次穿越 这也意味着 他不会再回到过去 这时 八戒提议大家 买一些时间交难 每个人买一件东西 留给十二年后的自己 十二年后 东万成立之日 大家要在此相聚 一起开启 时间交难 就这样 同伴们达成了 跨时空的约定 事后 Mikey载着武道离开 他向武道承诺 直到十二年后 再会的那天 他会替武道守护好 所有人的未来 而武道的真正归宿 就在未来 所以虽然很不舍 Mikey还是大方的告诉武道 你就回未来去吧 武小道 接下来 武道送给日向一枚戒指 他向日向告白求婚 婚礼之日 定在十二年后 这一刻 日向被感动得 痛哭流涕 接着武道和职人握手 由于未来被改写 现代的职人复活 武道也穿越回现代 正在参加阿帕的婚礼 首先出现在武道面前的 就是活生生的日向 终于在这个未来中 所有同伴都活着 大家在婚礼上 笑得非常开心 这一瞬间 饱经磨难的武道 忍不住泪流满面 而日向也对武道说了声 欢迎回来 其实 日向下个月 就要和武道举行婚礼 同伴们也都感谢武道 改写了未来 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事业 德拉肯开了摩托店 三股市设计师 阿帕继承家业 八戒成为摩托 和田兄弟开了饭馆等等 之后 武道看到职人 热泪盈眶地抱住对方 职人也对武道说了一声 任务完成 似乎 这就是武道能得到的 最好的未来 就在这时 武道发现少了一个人 他询问道 请问Mikey在哪里 这一瞬间 所有人突然陷入沉默 笑容消失 好了 以上就是 东京复仇者第二季 加上漫画天竹篇的 所有剧情 那么 Mikey为何消失不见 武道又将遭遇 怎样的挑战 且看下期最终篇 拯救Mikey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希望君 上期说完 东京复仇者第二季 和漫画天竹篇 今天我们来看最终篇章 初线上回 武道回到现代后 发现Mikey不在 大家告诉武道说 Mikey正在国外经营餐馆 其实武道将在三个月后 和日向结婚 日向已经等了5到12年 但是某天 武道突然从新闻中 看到犯罪组织 梵天 梵天的首领 闻着黑川的耳式纹身 经过调查后 武道终于发现 梵天的首领 就是Mikey 德拉肯也告诉武道 12年前 他就和Mikey诀别 现在的Mikey 已经不是他所认识的Mikey 而梵天就相当于 过去的东旺 是最大的犯罪组织 组织的二把手 名叫三途春千叶 特别痴迷Mikey 干部还包括了 元天族的四天王 和可可等人 或许此事 武道立刻想穿越回过去 调查情况 起初 职人拒绝武道 毕竟这个未来中 所有人都过得很幸福 可是武道十分坚持 职人被武道说服 终于答应握手 没想到两人握手后 武道却没办法穿越时空 原来职人没有了 改变过去的强烈愿望 他不能再作为穿越的触发器 武道没办法穿越 时间来到约定之日 大家却开启时间胶囊 而Mikey却没有出现 不过武道找到了一份Mikey的录像带 录像中记录着Mikey留给武道的话 Mikey说 他的心中有一种黑色冲动 这种冲动会让Mikey产生杀人的想法 Mikey告诫武道今后别再接近自己 他要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路 最后Mikey还给武道送上祝福 要幸福啊 接下来武道陪日向是穿了婚纱 三天后他即将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但是武道却没办法放下Mikey 他还想起一个约定 如果Mikey未来变得不像自己 武道需要像大哥一样把Mikey骂醒 想到这里 武道坚定了要去拯救Mikey的心 他也开始打听防天首领的情报 终于武道的行为引起Mikey的注意 Mikey主动来找武道 武道说 同伴们之所以能有美满的未来 是由于Mikey默默在守护大家 所以他想要拯救Mikey 没想到Mikey却当场变脸 开枪射击武道 此刻武道血如泉涌 但他依然说 不管多少次都会去拯救Mikey 这时Mikey表示 他要再次结束一切 随后他来到天台上 在这里Mikey仿佛看见了东旺曾经的时光 他像过去一样说了一声 上吧 各位 话音未落 Mikey就笑着笑下高楼 千钧一发之际 武道抓住Mikey的手 他表示自己绝不会让Mikey死掉 然而Mikey却要求武道放手 他说自己不想见武道 就是害怕这种结局 Mikey会被心中的黑色冲动控制 刚才他就是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射击武道 所以Mikey才想要解脱自己 文言 武道却大声对Mikey说 吵死了 过去不管发生什么 Mikey都选择自己背负 这次武道想要帮助Mikey 他要Mikey说一声救救我 而武道也发誓自己绝对会救Mikey 终于Mikey被武道的执着打动 他也不想死去 哭着对武道说了声 救救我 吴小道 恰在此时 两人紧握的双手触发条件 武道再度穿越时空 回到十年前 2008年 如今武道是高中生 他首先找到了搭旦松野千东 武道也得知了这个时期的乱象 现在共有三大势力在争斗 其一是港区的六波罗单代 首领名叫四眼男 其二是新术的凡 首领是瓦城千奏 其上是Mikey新成立的光东旺会 有好事者将这个时期命名为三天时代 之后武道见到日向 哭着给日向道歉 因为未来的武道没能履行完婚约 不过日向却笑着说 他还是会支持武道的 这次武道定下目标 他要去打飞Mikey 左眼望次郎 其实武道已经发现 东万解散后 同伴们都不再是小混混 他不想因为自己破坏这种生活 所以武道决定独自行动 不想把大家牵扯进来 接下来德拉肯找武道叙旧 好巧不巧 六波罗的老大阿南也来找德拉肯 他曾多次邀请德拉肯加入六波罗 当然德拉肯每次都拒绝 面对阿南的挑衅殴打 德拉肯也没有黄手 如今六波罗还吸纳了原本天族的四天王 这时不良组织防的人员来到此地 他们的目标是拉拢武道 防的人员主要有老大瓦臣千奏 二把手明师武城 强力打手金牛洛霞和荒师庆山 其中明师武城阿洛和庆山都是初代黑龙的人 明师武城是真一郎的发小 黑龙总参谋外号军神 阿洛和庆山则是号称初代黑龙的最强组合 在两边对峙时 阿南想找武道的麻烦 为了保护武道德拉肯终于出手 他轰了阿南一拳 两人即将进行单挑对决 不过日本警方罕见的提前出现 因此两派人马先后上去 风波停息 接下来武道了解到 凡主舰的目的是 击垮想要变坏的迈克 德拉肯为了迈克也加入了凡 虽然他已经和迈克决别 但还是无法放弃迈克 因为德拉肯时常会梦到艾玛 艾玛梦中请求说 舅舅迈克 同时凡和武道的目标几乎一致 武道也决定加入凡 成为首领千奏的拎包小弟 没想到的是 瓦城千奏居然是一位女孩 其实瓦城千奏本名 明师千奏 他是凡的二把手 明师五成的三妹 明师家一共有三兄妹 其中二哥就是三途春千夜 未来凡天的二把手 原来三途从小就和迈克玩在一起 他还是武方队的副队长 后来武藤背叛东万加入天竺 三途选择跟随武藤 在关东四边半年后 武藤被警方示范 没想到三途却偷袭杀死了武藤 因为三途只忠心于迈克 在08年 三途也加入了迈克的关东万会 另一边 武道和千奏相处的十分融洽 两人成为好朋友 约定今后要一起吃冰棍 突然 武道觉醒新的能力 他在和千奏相处时 看到千奏未来会被枪杀 起初武道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未来 但他后来又陆续看到一些未来景象片段 每个片段都成功应验 武道方才发现 自己有了看到未来的能力 某天千奏约武道去游乐园玩 千奏说自己想打败迈克和阿南 成为第一 他还和武道约定 自己要保护武道 没想到一群六波罗小弟急于立功 持枪袭击武道 见传千奏立刻要来保护武道 幸好武道知道未来景象跳起来保护千奏 因此小混混的枪打空 武道和千奏都没有死 但是小混混再度准备开枪射击武道 危机关头 德拉肯收到情报赶来保护武道 他打飞了小混混的枪 将这些人全部赶跑 随后德拉肯一脚踢开手枪 说这是危险的东西 他还得知了武道能够看到未来 拥有这种能力就更有可能拯救Mikey 德拉肯也笑着说 太好了 接着德拉肯拜托武道 转告Mikey一句话 让他别太烂人 太操心了 话未说完 德拉肯就倒在大雨之中 原来德拉肯刚才是用身体 替武道挡下子弹 他的生命逐渐走到尽头 武道也泪流不止 临终前德拉肯笑着说 武道不要责怪自己 你给我的命 我用在你身上了 之后德拉肯把Mikey 拜托给武道 他还想起了和同伴们相处的 点点滴滴 最后德拉肯想到了艾玛 他说 我现在就去 艾玛 最终德拉肯抢救无效 离开人世 这件事成为六波罗和凡 大战的导火索 同时Mikey也对德拉肯的死亡 特别伤心 他的内心更加黑暗 对任何事都十分冷漠 很快 六波罗 凡 关东旺会 齐聚在街头 三天大战 一触即发 首先对上的人 是阿南和初代黑龙双人组 过去阿洛和庆山分别称霸 关东的一半 他们都号称最强的传说 不过后来 他们都被曾一郎折服 加入初代黑龙 曾一郎也是第一位 统一关东的人 但他在统一关东后 立刻宣布解散初代黑龙 因为黑龙过去从来都只挑战强者 曾一郎不想走上 欺负弱者的路 回到现在阿洛和庆山一度压制住阿南 但是阿南却爆发真正的实力 将两人击败 阿南还说 他的体内也有着冲动 曾经阿南出生于巴西的贫民窟 他从小就学会使用暴力 并且干掉老大 在12岁时 阿南就是诽谤首领 后来他移居到日本的祖父家 准备称霸关东 就连阿赫也是被阿南击败 这才臣服阿南 如今阿洛和庆山都不是阿南的对手 先走亲自出手和阿南战斗 千兆的速度极快 实力异常惊人 他和阿南一度打得难解难分 然而阿南还是更生一筹 将千兆击败 此刻 武道突然看到未来 阿南将会死亡 同时Mikey终于出手 来到阿南面前 现在的Mikey十分可怕 让千兆也感到恐惧 只有阿南特别兴奋 和Mikey爆发大战 他感到自己体内 烹涌而出的冲动 这让阿南不断攻击 无法停止 恰在此时 武道突然胆在阿南身前 拦下Mikey 见到这一切后 阿南特别震惊 原来 武道想要保护阿南 因为阿南已经伤痕累累 快被Mikey打死 没想到Mikey完全失去自我 他不仅打断武道的手 更是来到阿南面前 问对方 你想怎么死 最终 Mikey一拳一拳地将阿南活活打死 由于武道想要阻止自己 Mikey甚至想把武道一起杀死 危机关头 千奏向Mikey投降 请求犯国武道 作为条件 凡归顺了东万 到此三天大战宣告结束 关东万会收服了凡和六波罗 成为最强组织 这也正是犯罪集团 凡天的前身 另外武道中山住院 索性没有大碍 过程中许多同伴都来看望武道 同伴们表示 武道有事的话 一定要说出来 因为他们都会帮忙 不过武道却决定 不能再牵连任何人 他要一个人去拯救Mikey 毕竟 德拉肯就是为了保护武道 失去生命 这时 日向突然抱住武道 他看出武道的坚持 也看出武道的脆弱 此刻日向说 想哭的话 就哭出来吧 武道也压抑不住感情 在日向的怀中大哭 终于 在日向的安慰下 武道想同一个道理 团结 财色力量 他要组建自己的队伍和同伴们 一起拯救Mikey 之后 武道首先找到千东 千东二话不说 直接辞职 加入武道的团队 接着 巴基和阿钱先后同意追随武道 三股龙也放弃了设计大赛的奖项 他表示 如果连同伴都抛弃的话 那就狗屁都不如了 接下来 武道从千奏口中听说了一件往事 小时候 千奏喜欢和Mikey产地山徒一起玩 但他不小心弄坏了Mikey最喜欢的飞机模型 当时 千奏撒谎说 模型是被山徒弄坏的 没想到Mikey居然黑化 他把山徒的嘴巴撕烂 并且逼着山徒微笑 这件事成为千奏的心结 他觉得是自己和Mikey和山徒变坏 不过武道却邀请千奏加入团队 他要亲手拯救Mikey 帮千奏了却心魔 最后武道集齐所有同伴 他还给自己的队伍取名为东京望智慧 只有这个名字才担得起所有人的羁绊 东望成员包括 一番队队长阿田和队员发小五人众 二番队三谷和八戒 三番队阿炮和阿胚 四番队和田兄弟 五番队队长千奏 副总长松野千东 东望总长花园武道 武道告诉大家 这是一场属于我们的复仇 很快东望和关东望会约定决战 两边人马在废弃铁路上 正面对决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混战 就此爆发 只见五道千身夺人 他挨了阿赫一拳 但却以更大的力量将阿赫打飞 这一刻时光仿佛回到 五道打败青将 打跪大兽 对决天主的时刻 受到鼓舞 东望的人全都热血沸腾 接下来战斗进入白乐化 干部开始捉对施杀 激战中千东干倒了阿炳 三谷和八戒打败了灰谷兄弟 阿敦打晕了斑木诗音 但是千奏不冷心对二哥出手 他被三途一棍敲中脑袋 失去战力 另外可可为了阿钱临阵倒戈 他和阿钱联手对付传奇组合 阿若和庆山 可惜两人都不是阿若和庆山的对手 接着Mike亲自出手 他和半奸修二扫荡了战场 阿炮 阿胚 和田兄弟等人 全都败下阵来 突然武道在战场上 看到未来 三途会驾驶废弃的火车 转死所有人 三途为了Mike可以不择手段 哪怕杀死所有人 危机关头 武道说服阿赫合作 他们连手去阻止三途的计划 过程中 阿赫被三途的刀砍中 武道则是凭借预见未来的能力 躲过背后一刀 这下三途发现武道能够预见未来 他还说出奇怪的话 你难道也是穿越来的吗 接下来 阿赫在最后一刻 拉住火车的刹车 他似乎见到了黑窗的灵魂 在帮助自己 然而阿赫却因为受伤太重 一命呜呼 之后三途想要用刀杀死武道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人骑着摩托前来相救 将三途直接撞飞 来者近视 才大兽 原来三谷前不久告诉大兽 这次的决战 大兽也想见证武道击败Mike 他前来驻战 并自封为六方队队长 大兽说 如果有谁能走飞Mike 那这个人只能是武道 接着大兽给武道开路 让武道去对决Mike 他还对上了传奇组合 阿若和庆山 大兽爆发超强的战力 一人击败传奇组合 终于在所有人的帮助下 武道来到Mike面前 突然一变发生 三途用刀偷袭大兽 将大兽砍山 幸好千冬战了出来 他保护了武道的后背 独自挡住半肩和三途 在千冬的激励下 东万的人全部振作 他们高喊着东万为武道加油 过去东万是为Mike而喊 但这一刻东万却支持着武道 站到Mike对面 没想到Mike突然被黑色冲动控制 他发狂的进行着无差别的攻击 包括同伴在内的所有人 都被Mike全部干倒 瞬息之间 战场中只剩下Mike一人站立 就在这时 武道却强撑着站起 面对Mike 他再次展现了强大的意志 一次次发起进攻 此刻恐惧被武道抛在脑后 他见过了太多未来 背负着太多期待 那一幕又一幕的往事画面浮现眼前 终于 武道对Mike说出 只有我能救你 接下来 武道一致是被Mike打倒 但他却在战斗中 逐渐掌握预知未来的能力 武道竟然通过预见未来 防住Mike的踢击 只见Mike踢出无数次攻击 但武道却一次又一次闪避 这个画面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想不到竟然有人能看破Mike的踢击 接着武道抓住机会 一拳将Mike揍飞 此刻大家被武道的表现震惊 情不至今高声呐喊 千冬也流下眼泪 他发现武道的身影竟然已经如此高大 这时Mike站了起来 继续和武道战斗 他还说自己前不久才知道黑色冲动的由来 黑色冲动 自爱而生 早前阿洛告诉了Mike一个秘密 曾一郎也是一位时光穿越者 时间回到曾一郎的第一轮人生 他站到了不良的顶点 并且在最巅峰的时候解散了初代黑龙 当时曾一郎最疼爱弟弟Mike 他还给Mike买了一个飞机模型 可是Mike在玩模型时摔下楼梯 他变成了植物人 没办法治愈 又过了几年后 Mike失去生命 为了治疗弟弟 曾一郎愿意相信任何东西 甚至包括骗钱的邪教 某天曾一郎听说 有个流浪汉炫耀自己能穿越时空 他立刻跑去找流浪汉 想要穿越回过去拯救弟弟 可是流浪汉不想转让能力 他透露出 穿越时空的能力可以主动转让 也可以通过把持有者杀死 抢走能力 最终曾一郎杀死了流浪汉 并且被流浪汉诅咒 他真的在见到山途后 穿越回过去 这次曾一郎在Mike出世那天 带Mike出门 他改写了过去 Mike没有摔下楼梯 这件事让曾一郎特别开心 但是他又发现 Mike因为模型被摔坏 撕让山途的嘴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Mike也毫无意识 接着曾一郎带Mike去道歉 山途原谅了Mike 并且和曾一郎握手 这次握手让曾一郎穿越回未来 未来的Mike长大后 没有成为植物人 这一刻曾一郎拯救了弟弟 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还把穿越的事告诉山途 如今曾一郎了却心愿 他最愧疚的就是杀死了那名流浪汉 某天曾一郎撞见武道英雄救美的一幕 武道被混混门打倒 但他依然想要成为真正的英雄 随即曾一郎握住武道的手 他不仅鼓励武道去守护 想要守护的人 还把穿越时空的能力传承给武道 此刻曾一郎想起 过去他应该拜托流浪汉 把能力传给自己而不是杀人 就这样武道在无意中拥有了穿越的能力 那一天也是武道故事的开始 后来曾一郎撞见场地和一虎偷车 一虎被黑色冲动控制 杀死曾一郎 原来杀死穿越者抢夺能力会产生诅咒 诅咒让Mike拥有了黑色冲动 Mike身边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如今Mike抛弃同伴是为了保护大家 他已经控制不住黑色冲动 只能选择离开 这时武道却让Mike放开手脚 他组建二代东旺 就是为了拯救Mike 武道也对Mike挥出拳头说 我会骤飞那股黑色冲动 随即Mike完全释放黑色冲动 他和武道进入了最终的对决 接下来Mike开始用刀攻击武道 但是武道却没有丝毫退缩 突然Mike一刀捅穿了武道的身体 这一刻武道的表情万分痛苦 但下一秒 武道就一把抱住Mike 武道说我可不会输 望此然 黑色冲动我也会一并背负 如果你要是做了蠢事 我会骤飞你 因为你一辈子都是我的朋友 终于武道的话唤醒了Mike的神志 武道也想和Mike握手 他表示不管重来多少次 自己都会回到过去拯救Mike 他想和Mike和全部同伴一起荒笑 然而武道的生命正在渐渐流逝 Mike也彻底清醒流出落泪 他紧紧握着武道的手 大声喊出武道的名字 可惜武道却永远沉睡在Mike面前 这时Mike伤心的哭泣 他找回了自我 可却永远失去武道 同时其他同伴眼泪流不止 难以相信 这一瞬间Mike的眼泪滴落在武道手上 突然一阵雷电声音出现在武道脑海中 但他苏醒后居然穿越回1998年 现在武道只是一年级的小学生 他难以相信一切 立刻跑到Mike家 想要确认Mike是否死亡 在这里 武道看见了活着的场地 他被场地误以为来找查 遭到殴打 幸好艾玛及时出现 不许场地打架 艾玛身边还跟着活着的真一男以及山徒 这下武道确定自己又一次穿越 此刻Mike走到武道面前 武道激动地喊出名字 可随后他又想起 现在的Mike还不认识自己 没想到Mike却惊讶地说出了武道的名字 原来Mike和武道一起成为了穿越者 两人不禁泪流满面 他们还控制不住地奔跑 发泄着兴奋和快乐 其实武道当时想把能力转移给Mike 但在转移的过程中 改变过去的强烈愿望 却让穿越发生 所以两人同时穿越 这次武道不再孤军奋战 Mike将会和他一起拯救所有同伴 这是一场属于武道和Mike的最后复仇 之后一切都很顺利 武道和Mike等人组建了东万 武道特地拉着西啸加入 Mike也把山徒拉进团队 因此西啸和山徒都被友情赶化 成为好人 后来曾一男认识了一虎 没有被杀 才加三兄弟 可可 阿谦 黑川天竹班全都加入东万 在武道和Mike的带领下 东万称霸了全国 他们创造了一个不良的时代 过去那些走向邪路的人也都改邪归正 在东万 Mike是总长 武道是代理总长 德拉肯是副总长 西啸和半奸是参谋 一番队 二番队 三番队 和过去没有变化 四番队队长是一虎 山徒和千奏 掌管五番队 和田兄弟 领导六番队 财大兽是七番队队长 袁天竹的团队 则是八番队 现在 东万到达了最高峰的时刻 Mike也面带热泪的宣布 东京万智慧 自即日起 正式解散 时间来到2017年7月3日 今天就是武道和日向的结婚之日 所有同伴全都活着 并且参加婚礼 每个人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其中 Mike是赛车手 德拉肯是专属技师 西校和可可一起开了公司 赚大钱 黑川建立了名为天主的慈善机构 帮助孤儿 另外 灰谷兄弟经营着俱乐部 千奏兄妹变成网红 曾依然经营摩托店 阿钱在那里打工 传奇组合开了格斗工作室 阿南则是变成拳王 还有 大寿开了饭店 三谷成为设计师等等 每个同伴都有了美好的未来 至于德拉肯 他已经和艾玛结婚 而千冬也开了宠物店 并雇佣 产地和医护 终于 来到武道和日向 最幸福的时刻 他们完成宣誓 成为了夫妻 见到这一幕 千冬莫名的想哭 因为 他知道这份幸福 来之不易 千冬的脑海里 时常会闪现出种种画面 那个伟岸的背影 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 终于 创造了奇迹 此刻 神父要求武道和日向 以接吻力士 两人深情地 稳在一起 而台下的所有人 都在这一刻沸腾 他们高兴地 大声喊出 吴小道 恭喜你们 好了 以上就是 东京复仇者的所有剧情 此处该刷一波 完结杀花 武道终于用自己的坚持 拯救了所有同伴 故事也迎来了圆满的收尾 这部作品 越看到后面越好看 剧情非常圆满完整 每个人物都很有感染力 武道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也特别让人感动 十分推荐大家去看原作 尤其是漫画的画风 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最后 喜欢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啦 你们的支持 真的对我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OK